新年快乐 今天就是大年初二了 北部的天气非常好 也非常适合大家外出走走 而刚好春节时间呢 也就是全台樱花盛开的季节 我们在台北市内湖区的乐活公园 你也可以看到 现在樱花都已经盛开了 而今年的乐活公园呢 是以电光夜音为主题 也就是说他们主打晚上 光打在樱花上面会更漂亮 不过其实现在白天看 也已经非常漂亮了 因为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阳光露脸 而且气温也不会太高 凉凉的非常舒适 那么在乐活公园 您可以看到 今年首播盛开的樱花 是以寒阴为主 不过后续陆续沿着内沟西 八重阴 吉野阴 昭和阴 也都陆续盛开了 而且现在盛开的状况 几乎是每一棵上面都有樱花 非常的漂亮 也吸引非常多的民众 前来拍照打卡 而今年今天是大年初二 一早就有非常多的民众 前来这边走春 也欣赏一下美丽的花海 那么如果民众 还想要来到这边的话 其实搭乘捷运到 东湖站的三号出口 走过来大约是十分钟的路程 就可以来到这边 欣赏美丽的花海 我们在这个地方 对 你 对